买黑豆喽 买黑豆 老太太 收了赶紧收了啊 这两天只准卖红豆 不知道皇上要来了 拿这些藏门的东西干嘛呢 我 我这不就是黑豆嘛 嘿 颜色不吉利 老太太 你还得请面龙旗 皇上要来了 不挂龙旗不许出摊 这龙旗多少钱一个啊 今儿我还没开张呢 不贵不贵 这玩意儿啊三个大词 这不叫买 叫捐 你老今天要不掏这个钱啊 就不许出摊 捐捐天天捐 皇上他来他的 我挨他什么事儿了 老太太这你就不懂了 这皇上来一趟山东不容易啊 这两天我们哥儿几个 把大街上要饭的全给抓了 不能让皇上看着寒谈是不是 再说了 这叫花子谁管饭吃啊 得嘞 老太太 您今天啊 再捐三个大盒儿 走 站住 军爷干什么家 不许出来了 不知道皇上来了 知道 您瞧 我是蓝的 不是白的 没饭计啊 没吧你那个 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这 黄纸 黄纸 我知道是黄纸 干什么用的 上坟烧的 皇上来山东了 你知不知道啊 这这 大喜的日子 你烧什么纸啊 哭什么丧啊 要烧 也行 拿来 改烧红的 三个大子儿 是不是 薛爷 这怎么烧啊 这个 怎么样怎么样 果不其然 皇上 要召集咱们这些 父母道台 听折子 可不舒服啊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怎么办 兄弟熟悉君物 早就写好了 这个奏章被在身上 句句都是 金玉良言哪 哎呀 老兄高明啊 老兄 好像早就知道皇上要召集 候补官员听折子一样 神机妙算 佩服 佩服 哎呀 兄弟昨天想了一宿啊 也只有尊孔尊孟 四个字而已 这也是治国 治良策呀 皇上听得也高兴 两位老兄 你们肯定能围了好差事 哎 只是兄弟我 也候补了多年 还是没有差事可干 这不刚出来的时候 还被老婆骂了一顿 两位老兄 如果你们违了差事 昨晚上任的时候 可可可可可可可 可别忘了兄弟啊 哎呀 咱们这些捐钱后补的官员 哪儿懂得什么治国良策呀 有这个本事啊 早去考举人考进士了 这白花花的两万两银子 捐个倒台容易嘛 哎 老兄所不知啊 啊 这次皇上是听了什么 朱成刘统勋的话 才来检验咱们这些后补官员的 是啊 哎 我觉着这老家伙 肯定是诚心跟咱们找麻烦 我说也是 山东后补到台田晓二 随旨见驾 啊 哎 来了来了 哎 孩儿他娘 孩儿他娘快快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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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山东后补到台田大少 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田大少 朕这次召见捐捕官员 主要是担心地方官员只顾收银子 不问良友 选上那些个心计不良的人捐了官 一旦被授予了石缺 就会祸害百姓 让你们各上调臣 也是督察之意 皇上圣明 臣自幼喜欢武刀弄枪 这次捐官臣很想求一个军职 哪怕是参将左领 臣这次写了治军四册 每一条计策都是十分有效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而且 好了 你好好地讲给朕听 不要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话 这 臣第一条计策是 这出兵打仗 让所有的队伍都不要吃饱 这是为何呀 臣有个比方 臣家里养只猫 臣每天只给他吃一顿饭 晚上就不给他吃了 可是他饿了呀 他饿了就急了 就得去寻神 他就得去逮老鼠啊 倘若臣要是哪天晚上给他吃饱了 吃饱了他就得睡觉了就不肯出力了呀 现在把这只猫比作我们的兵 把那个老鼠啊比作敌人 我们的队伍出去打仗啊 千万不能给他们吃饱了 顶多给他们吃个半饱 等他们走累了 他们的肚子就得饿了 他们就会拼命地闯进敌营去抢东西吃 抢东西是小话 那敌人就被我们搅乱了 不攻自破呀 好啊 不错不错 想必敌人都是死的 由着你到他们的营地里去抢东西吃 人家那些刀枪火炮都到哪儿去了 依我看呢 干脆一个兵都不养 等到有事的时候呢 给阎王爷打个条子 让他把恶鬼都放出来帮咱们打仗 岂不更省事儿 真是妙计 谢皇上夸奖 不过臣为了这个计谋啊 还真是费尽心机了 好了 你的第一条妙计朕已经知道了 说第二条吧 这第二条说的是炮台 只怕是把自己人打个落花流水吧 皇上 皇上劳累了一赏目了 龙体疲乏 请回去歇息吧 这种胡言乱语之人轰出去算了 皇上 皇上 臣绝不是胡言乱语啊 臣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哪 由爱卿以为呢 皇上 天道台恐怕就要走马上任啊 皇上 皇上 何不听听他怎么带兵打仗 还听啊 好 一块儿讲出来 啊 这 皇上 臣这第三条 就是整顿军纪 上阵打仗 怕的就是军事临阵退缩 私自逃跑 或者私自在外头闯祸闹事 不过 照臣这个法子就不怕了 可行不可行 还请皇上示下 快讲快讲 别说这些废话了 凡是我们的兵啊 都让他们剃取一条眉毛 臣想这眉毛是身上无用之物啊 剃了也不会疼的 每个人只剩一条眉毛 不管他们走到哪儿都容易辨认 倘若是他们在外面闹了乱子 或是逃走 一旦抓到就地正伐 是断然不会冤枉的 好好 原来汉朝有个赤眉贼 如今本朝倒有无眉兵了 真乃奇闻哪 都一起说出来吧 这 这第四条庙 我办法是 每逢我们大清官兵出外打仗的时候 我们都让他们一起画一个大花脸 花脸 是 大清官兵的脸上画的是花花绿绿的 这强盗看了都害怕呀 他们远远地瞧着 这不是天兵天将吗 你捐这个道台花了多少银子 是 回皇上 同共两万两 二夫子 在 把钱退给他 这 把大清官兵变成个戏班子 他舍得 朕可舍不得 皇上 皇上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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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爷 和道帖子书求见 陈大人 皇上 让你叫的修和住地的和务账目可都清理好了 抬上来 瞧着点 大人 这次说 这些就是账目 大人是不是跟小子开玩笑 这是小子笑经大人的一点心意 陈大人 您得救我呀 谁还有心跟你开这个玩笑 我 现在刘统勋把告你的状子递到皇上那去了 你说怎么办 请陈大人帮忙周旋 卑职感恩不尽 您就是卑职的再生父母 我问你 三道河堤是怎么修的 去年刚刚修好 雨水一来 连两天都顶不住 感情是纸糊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 那那不是卑职办的 那是卑职小舅子办的 卑职已经撤了他的官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 一代做官三代为奴 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官的都贪得太多 损了阴德 生儿子是贼 生女儿是婊子 差不多就行了 现在皇上巡视山东的水利 你还敢搞得如此离谱 我告诉你 现在连我都护不住你了 大人 您是山东的最高长官哪 您得这卑职 他得我得是 我 现在皇上 已经把刘统勋 找到他身边去了 这个老家伙 厉害得很哪 现在你我 都是他板上的肉 他拿着刀正捏着呢 你去跟皇上说吧 大人 卑职修堤的时候 大人您是到堤上去看过的 这礼金若干 步子上可是记得很清楚啊 怎么 你还敢要挟我 卑职不敢 卑职只是想山东的地方官 应该同气连之 小的怕连累了大人 所以那账本 小的是死也不能教我 我也没说不帮你 这是事情有些麻烦 需要细细地商量商量 是是是是 俗话说 朝礼有人好做官 大人跟福大人相交甚好 要搬到刘统勋 那是不成问题的 再说 小的也有礼金 孝敬福大人哪 皇上 福大人求见 朕没有传召他呀 让他进来吧 喳 请福大人 奴才福康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朕没有传召你 你有何事要回吗 奴才有一事相求 请皇上开恩 又是来参留统勋的吧 撤捐是朕的主意 你也听到了 那些捐的官 嘴里说的是人话吗 皇上 臣愿 恳求皇上把刘统勋留下 臣愿让位以待 并无丝毫怨恨之心 皇上误会臣了 有点意思 说来听听 先帝在世的时候 常与家父聊起刘统勋 此人确是惊天伟帝之载 清廉刚正 是注食之臣 尽管有人参了刘统勋 但刘统勋不变其本色 可见我朝风气 该整顿一番了 皇上 此人若是闲置不用 岂不可惜 朕并不是不想用他 自来山东之后 参刘统勋的本事连篇累赌 朕都没有理会 这你是知道的 这次见了刘统勋 朕的确是想再启用他的 可他就是坚持不救 朕又岂能勉强 臣倒是有一个主意 能把刘统勋留下 你的法子必定是好的 说来听听 此次山东撤捐 虽然是皇上的主意 但是与刘统勋有莫大的干系 他既然不让捐官 那山东的阵营又从何而出呢 国库银梁有多少 皇上您是知道的 他既然不让捐钱 那想必是一定能从别的地方弄回钱来 皇上应该委任他为钦差大臣 专门负责此事 他不能指地状子 不办实事吧 这刘统勋他能筹到那么大一笔款子吗 如果他筹不到这笔款子 以后的事 那还不是皇上您说了算吗 把他人留下 臣愿自降一级 让魏与他 与他共同服侍皇上 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有你设身处地为朕相啊 传朕之意 奉刘统勋赈哉大臣 即日起辅张秋功干 不得退子 亲子 臣领旨 公公 皇上只让我陪他说话 陪他巡视 怎么又让我当上赈灾筹款大臣了呢 皇上说了 您是前朝重臣 不能光地状子 得负责到底 这件事情完了以后 您才能返乡 我 皇上说了 您不能推辞 柳大人 您还想抗旨不尊不成吗 不敢 皇上说 半个月以后听您的信 您既贵为钦差大臣 又何需要 禀明内务府 即可 老爷 您愁什么呀 差多少钱 咱俩准备 咱俩凑合不就完了吗 怎么凑啊 五十万两银子 咱俩怎么凑 哎 哎 哎 那也用不着筹啊 您现在是赈灾筹款的钦差大臣 到哪还要不来钱呢 哼 这可 这可如何适合啊 这可如何适合啊 六五 哎 老爷 扶我一把 哎 六五 哎 六五 老爷 哎 老爷 那你 老爷 你 告诉各府道的官员 全都交代好喽 一个都不能少 福大人尽管放心哪 哈哈哈哈 嗯 啊 老爷 大喜啊 我跟你说 哎呀 福大人在这儿有什么跟我咬耳头跟子的 大声说话 哈哈 老爷 大喜啊 刘统勋他疯了 嗯 你再给我说一遍 刘统勋疯了 哦 此话当真 当真当真 我亲眼看见刘统勋的家人刘武 在街上哭啼啼的找大夫 说是他家老爷 一听被委任了赈灾筹款大臣 当时就贪了 嘴里还说胡话 哼哼 用这点小伎俩来骗人啊 实在是太可笑了 哎 哎 哎 下去再谈啊 哎 大人 刘统勋是不是装疯啊 刘统勋狡猾得很呐 你信他这么一点 你可就吃大亏了 哦 我看 他是知道自己在山东没有人缘 怕愁不到钱 只好装疯了 他这是想戏弄皇上啊 这次 我让他装疯便震疯 我这就回行宫 皇上知道他病了 他肯定要去看他 我也得去看他一眼啊 那就全靠大人了 今天咱们商议的事情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 大人您尽管放心 山东的大小光园 那是一个子也不会给他的 好 来啊 把东西给福德仁送到行园里去 是 那天啊 我都记住了 大人 你看 别那天啊 好 我来 那天啊 你还拒绝了 你还拒绝了 他说你 我来 我来 要我五十两 我奖了一天的价 是三调买回来的 老爷 您放心吧 这个丢不了 我就怕你把它偷着卖了 老爷 我做官一辈子 为了图个好名赏 我什么实惠都没捞着 百不慈烈的 跟杨似的干了一辈子 我好后悔 老爷 您甭后悔了 您这不又当上官了吗 老爷 您甭急 您歇着 我看看去 我后悔 我后悔 我说 几位良重 我们家老爷 这得的是什么病啊 这是失心疯病 要用针刺他的风池 环跳 让血脉在渊液血周围行走 这样最为重要 然后再加一清凉散热之药 才能啄出他那股污气啊 老兄啊 你的推拿按摩的功夫 兄弟是极佩服的 哪里 要说断病 那可就不行了 不少了 惯作小了 媳妇太老了 不 媳妇不老 媳妇是小媳妇 不 媳妇 不 小媳妇 精神绝朔呀 二位老兄说的话 兄弟是佩服的 兄弟想 他是阴阳皆苦 老少了 万座小了 媳妇太老了 重调阴阳 以为意想如何呀 我说 别呀 你这不把我们家老爷 扎成筛子了吗 皇上驾到 不相干的人就离开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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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楼少了 公座小了 刘大人 皇上让太医 给您瞧病来了 皇上一会儿也来看您 皇上 皇上 傅爱卿 这 刘爱卿怕真的是 神志不清了 太医都去了这么久了 病症怕是繁杂难治 一时治不明白了 朕甚是担忧啊 皇上万安 奴才以为 刘统勋这是不想为皇上效力 他这是装病 装病 他想戏弄朕啊 先帝聪明过人 都栽在他手里了 所以皇上不得不防他 一会儿皇上就问他 说刘统勋 你是真糊涂啊 还是装糊涂啊 赈灾筹款的事情 你还办不办了 看他怎么说 他又说 哎哟皇上 奴才是真病了 奴才是真糊涂啊 赈灾筹款的事情 奴才办不了了 装打 哦 哦 那知道自己糊涂的人 那是真糊涂吗 嗯 是这个灵 那他要说我不糊涂 我还能办呢 那就让他办 二夫子 怎么样 回皇上的画 刘大人被痰给迷了 刚才太医已经给他扎针了 痰已经吐出来了 医好了 这么快 回皇上画 刘大人是毒火攻心三胶亏损 需要慢慢地调理 古人称之为失心症 发病中和清醒时判若两人 若是名门淑女发病时 他像个婊子 强盗发病时 他像谦谦君子 这是身体上阴阳交换的结果 竟有此怪病 皇帝虾磨经 太平圣贵方 西子明堂九经 这些古医书上都有记载 真有此怪病 正是 皇上 他现在胡言乱语 说什么都不能当真 还是等他服了药以后再问他吧 朕当好奇 想看看这个阴阳护掉的病王是个什么样 钱老少了 官座小了 媳妇太老了 钱老少 官座小了 媳妇太老了 皇上 我 我的鞋呢 我的鞋 你有病就在床上躺着吧 皇上 臣刘统勋叩见皇上 快平身 快快平身 谢皇上 谢皇上 朕听说你病了 心里非常忧虑 看到你精神尚可 朕也就放心了 皇上 皇上爱惜老臣性命 臣感激不尽 皇上今日能光临老臣的狗窝 臣粉身难抱 皇上 您是万古明君 姚舜与汤 并知英明算无一策 诸诏天下 造福万民 共无不克 战无不胜 好 行了 刘爱卿病后不宜多话 以免伤了元气 皇上圣明 皇上 您是历百年而常心 吹万事而不涕 如日月之光 步于天下 授予天奇 文武人圣 行了 行了 朕这次来是和你商谈国事的 不是来听你拍马屁的 是 皇上是不爱听拍马屁的人 皇上是有道明君 赴张秋赈灾筹款的事 你身体不好 还去得了吗 去得了 去得了 臣朝思梦想就等这个机会 怎么能不去 机会 什么机会 皇上 臣自服侍先帝开始 一身为官 为了追求个好名赏 清贫得很 这次臣要抓住机会 山东的大小官员 程度不同都有贪污受贿之事 臣要抓住他们的把柄 救助他们的小辫子 让他们把银子掏出来 这样 既解了张秋之急 又挣了官场之风 臣也肖有收入 胡说八道 看你有病的份上 朕就不追究你了 但是撤捐局一事 跟你实在是脱不了关系 这仇银子的事还得落在你身上 你看怎么办吧 撤捐局臣罪该万死 不过后来臣想了 这花钱买官是个好事啊 我大清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钱 什么都少 就是官多 卖两个也无法 皇上不能卖 其他的名骂标价 起家还宫 幸好你是在病中 否则就你刚才那几句话 够灭你九族的份儿 皇上要灭臣的族 臣全家感激不尽 臣粉身难报 皇上 您不坐会儿了 皇上 他这是装疯卖傻 戏弄于您 您要是不杀他 臣都咽不下这口气 他在病中 震眼不怪他 这张秋一事 先不让他去了 事情还没办 贪污的心思倒有 皇上 七星可诛 皇上 这是他推卸责任的一条妙计 妙计 难道他真的想戏弄于朕 皇上您想啊 他装出一副贪官的样子来 想让您自己说出来不让他去了 他理外理他老好人 他就是真疯了 他一说了吃了药就能好 皇上您说呢 对 让太医速速配出几副药来 让他吃下去 朕要看他怎么办 他要是真的想这么做下去 朕就好好地收拾他 皇上寿命 皇上神机妙论 算无一策 我说 您说这家了 干什么干什么 走开 走开 别动 别动 张绍 快到了吧 这前面就到了 给做 别动 是不是 是啊 收拾 你 过了 你 来 站住 找谁呢 这不是客栈吗 特指张丘赈灾筹款大臣刘大人 已经把这儿给占了 闲人走开 我们就是刘老爷的家人 这位是我们家老爷的夫人 特意来散望老爷 刘夫人 大奶奶 请 你们家老爷从来没站过人家客栈呀 是啊 太奇怪了 是不是认你做人了 请请请 来来来 满上满上 好好好 来 一睡觉 睡觉就来 好好好 好好好 人不风流王老年啊 我今天才知道这声色全马的好处 想想一切 那真叫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断个架子做圣子 没劲得很 没劲得很啊 没劲 没劲 刘大人尽忠报国 清廉刚正 卑职也是佩服得很啊 画画世界好 乱搞一记好 千里做官职位猜马 各位大人意恰如何 各位 今天皇上不在 咱们就喝酒喝他到天亮 待会我们再叫个西班子来 再弄个大赌桌 咱们今天就喝酒看戏耍钱 好啊 好啊 待会 你们再把你们的相好给叫来 大家好好地乐一乐 反正我会抄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大人盛情 卑职等 你先礼了啊 是啊是啊 可是皇上的行功离此地不远 要是上面怪罪下来 不怕 有我担着呢 柳窝 来来来来 老爷 什么事啊 还记得吗 上次咱们爷儿俩去逛妙花楼 那个小金宝可是不错呀 老爷 去 弄个轿子把他给抬来 老爷 这是 这是我的小妾 后来扶正为我的夫人 夫人 有什么 出来 出来 老爷 大家喝 你们喝 别客气 你们喝 你们喝 老爷 请 给福大人陈大人请安 给福大人陈大人请安 深夜讨扰不好意思啊 请坐请坐 谢二位大人 谢二位大人 我很关心刘统勋刘大人的病 听说你们把药都配好了 不知是真是假呀 这这 现在没有什么根除的药方 只好调配一些调和阴阳的药物 让刘大人慢慢的调养 大人 大人 这病首先是毒火攻心 他头脑一热 什么话都敢说 他什么事都敢做 心援一马 他收不住性子 这如此之重病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啊 两位太医主管 都是治病疗伤的国手 我很佩服 但是我听说刘统勋博览群书 对古医书甚为精通 我是怕他照猫画虎 欺骗了你们二位 这恐怕不会啊 刘大人的寸脉齿脉和官脉啊 都是质色的很啊 面色枯搞苍白 额上又现珠红 这都是血脉不畅的正相啊 这脉象与血缘都是内理 伪装不来的 此病古医书上早有记载 可以确诊无疑 我们所开药物能否去根 这也难说得很啊 我还是不相信 只怕是一分的病 十分的庄 老爷 刚才小人派出去打听的人回来说 刘统勋已经把仙客来客栈的人 轰走了 暂时改为他的衙门了 什么 他又叫了歌纪舞纪 请山东的官员们喝酒听戏耍钱 说是要闹个通宵 他如此大胆 副大人 只怕是变本加厉的作戏吧 副大人 皇上行宫在此 他竟然敢如此大胆 不是 不是不要命了吗 老爷 刚才刘统勋的夫人到客栈 正赶上刘统勋抄抄着叫反头 夫妻俩打了起来 刘夫人一气之下 连夜回朱城了 此话当真 回复大人的话 刘统勋和他老婆张扰 他到济南府 才仅逛了一回妓院而已 这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我看他原本就不老实 这伪君子做时间长了 毒火攻心 倒是把本性给露出来了 大人高见 卑职认为 人的本性就是贪财好色的 哪有生下来不贪不淫之人呢 看来这个病不佳 好 刘统勋这个剧内之人 都能做出这种举动来 也算是无理至极 我看他十有八九 是真的耐不住性子了 一生的修行 付诸东流了 两位先生 药可带来了 带来了 带来了 大人您看 药有多重 多重 这 我们可没撑过 陈大人 借几两银子用用 大人随便用 一万两可够 让下面的人撑撑这药有多重 药有多重 就给两位太医多少银子 谢大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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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给你们个大功 把这药给我换成假的 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是 师父大人 这是奇怪了啊 先是长了一个怪病 又能聚起一帮人在一起喝酒 古怪之极啊 这有什么古怪的 我让去的 刘统勋都当了钦差大臣了 请官员们喝喝酒 敢不去吗 大人英明 那可真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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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 什么什么什么千里之外 刘统勋如此胆大妄为 明儿我就去参他一班 这把假药送过去 刘统勋要是吃了 他要是不闹了 我就跟皇上说他吃的是假药 我参他个欺君网上 他吃了药要是还闹 我就参他个胡作非为 居官不正 刘统勋 你前面是沟 后面是河 我看你往哪边跳 大人 这个换假药的事 能让皇上知道吗 卑职着没 不妥 你以为皇上就不想知道 他这病是真是假吗 恩 是是是 是是是是 翠华姑娘到 来 翠华姑娘到 翠妹来了 云鳝姑娘到 乩人 啊 福房屋 招呼好老爷 expecting that 大家 Zak 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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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小金宝怎么还没来啊 老爷 您别着急啊 您先把药吃了 小金宝马上就到 我没病我不吃药 叫小金宝快点来 小金宝到 小金宝来了 小金宝 老爷 小金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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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深夜酗酒 这 这 还可公开招计 我跟你们说 皇上的行宫就在附近 不要脑袋了 明天我就揍你们个全体居观不正 这 六五 哎 老爷 我怎么也在这儿 老爷 您别解啊 是您请诸位大人来客栈饮酒的呀 我请他 哎 那 客栈这些客人呢 哎 都被您给轰走了 我轰走了 是啊 那这些姑娘呢 嗯 也是您请诸位大人叫的呀 啊 而且小金宝姑娘 还是您叫的 混账 老爷 我怎么会叫姑娘呢 你找我答应老爷 您 老爷 您说话得凭良心哪 嗯 您不但叫了姑娘 而且 还想替众位大人会抄呢 哎 什么 我说个车话 是啊 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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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您说过 我 我哪有钱给我 啊 啊 洪走 洪走走走走走 到洪走 快快走走走 快走走走 走走 快走吧 走走走 哎呀你们赶快走啊 我没钱给你们 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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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姑娘 是五钱 嗯 这六姑娘是三两 这做花头的是三钱 提大茶壶的是五钱 跟来的娘姨是五钱 一共是四两八 我 我 我哪有钱给你啊 我可告诉你 嗯 皇上可就在这附近 你竟敢在这个地方 让干这种苟且之许 你走不走 你要不走的话 嗯 我们现在就上殿 念见皇上拼你 走 哼 做官子连婊子都不如啊 咱也是陈大人的干亲呢 几位大爷也都是入入骨 在笑耗子里的 哦 这 哈哈 哎 哎 刘大人 不要跟这只乌龟一般见识 这里的账呢 全由卑职来会抄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去去去去下去 走啊你 好好好 我 我 我这都干了些什么呀我 哎 老爷 老爷 您哪 这是得病啊 得了失心症 失心症 是啊 呃就是 您哪 不归自个儿管了 由着性子胡闹 啊 刚才请客吃饭哪 您跟大奶奶还干了一仗呢 哎 哎 叫姑娘啊 那是老爷病中所为 是不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 我可是犯了大罪了呀 哈哈 我我 我这叫做 叫局官不正啊 我明天 我怎么见皇上啊 哈哈 刘大人 您这是病中所为 皇上不会怪罪的 啊 啊 啊 皇上知道了 哎哎哎哎 知道了 皇上还亲自 来看过您哪 皇上看过我 啊 哦 我 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 哎呀 这失心症坚持太厉害了 那 嗯 诸位大人 难道说 你们 也都得了失心症了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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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们为什么跟我一起深夜喝酒胡闹啊 嗯 刘大人 您可是钦差大臣 您让我们来 我们能不来吗 啊 这也是碍于情面 啊 那就是说 我不但是居官不正 我还多了一个 代坏下属的罪名了 嗯 这正是如此 好 那我问你 你连叫两个粉头 这是有爱情面吗 嗯 你英风巴结上级 这叫不忠 你酗酒闹事 不问政事 你不见上司 你这叫不义 明天 我面军谢罪的时候 只怕各位 也难逃其咎吧 这 嗯 刘大人 您自己做的事 还推到我们头上来了 哼哼哼 我是得了失心症的病人 啊 啊 皇上不高兴 最多把我隔关 送我回家 我求之不得 可是各位 正值好年华 皇上一不高兴 追究起来 各位 可就没了前程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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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 俗话说 朝中无人莫做官 朝里有哪一位大臣 会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各位 不受牵连哪 啊 没有吧 大家都知道 朝里就有人看我不顺眼 要倒我的鬼 那就会用各位的前程来当枪使 这 岂不冤在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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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把大门关上 好 各位 我想我们要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既能保得住各位的乌纱帽 又能保住各位的脸面 如何 啊 刘大人足智多谋 一切全凭刘大人做主啊 是啊 是 刘大人做主啊 诸位 折子可都写好了 诸位 谢谢 谢谢 诸位大人 辛苦啊 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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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大人 福大人晚了 刘大人 你的病好些了吗 想当年 刘大人永远是第一个到朝房里来 我做汉陵院编修的时候 就对刘大人佩服之极了 托福托福 忙了一宿的国事 齐晚了 只怕是纵情声色 跟国事扯不上边吧 福大人怎么知道我纵情声色了 莫非福大人昨天晚上 跟我在一起 哼 我怎么可能跟你同流合污呢 只不过是想当然罢了 哦 福大人是夜夜纵情声色 因此就想当然别人也是这样了 我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一会儿皇上来 咱们一起算总账 皇上驾到 五皇万岁 万万岁 凭什么 见万岁 有本奏来 皇上 臣有一本 等一等 刘爱卿有病在身 赐座 谢皇上 臣服了皇上赐给的妙药 病情已经大有好转 扶爱卿有何本奏啊 皇上 臣有一本 奏前朝老臣 今赈灾筹款大臣刘统勋 居官不正 贪婪成性 昨夜 率下属官员 酗酒宽欢 素季飘唱 通宵达旦 尚对不住祖宗礼法 下对不起黎明百姓 尤其是服下药以后 性情已转 仍胡作非为 可见此人本性如何 请皇上明察之 责罚之 以证我大清官吏之风 刘统勋 所参可是真 皇上 臣是站着说还是坐着说 坐着说吧 谢皇上 皇上 福大人所奏 只有一件事不是真的 昨天晚上 大家确实挺高兴的 也确实喝到挺晚的 只是素季嫖娼绝对没有 陈大人入股的那个庙花楼妓院 药价太高 就是想去也嫖不起 皇上 刘统勋血口喷人 臣从未入股一个什么妓院 昨晚庙花楼的老宝说的 不信 你可以对治啊 昨天喝酒的大人们都听见了 是也不是 朕不追究你肃起嫖娼一事 朕只问你 既然服了药 心智清醒 为何人酗酒至深夜 皇上 昨晚大臣都有本参刘统勋 证据确作无疑 勿请严惩 皇上 刘统勋狂背无礼 臣等都站着 他还敢坐那儿笑 朕问你了吗 是朕让他坐着说的 听见没有 皇上让我坐着 我就不敢站着 这叫忠臣 你也闭嘴 朕刚才问你 什么来着 您问他 您问他 嗯 皇上 您问臣昨夜神智清醒 为何和众位大人酗酒至深夜 皇上 这是因为高兴 高兴 自从接到皇上的任命 臣日夜私立 张秋灾民水深火热 焉能不救 昨晚臣召集各位大人商议此事 各位大人 忠君爱国 呵护百姓 一听灾情 煽然泪下 当即慷慨解囊 一时间 就凑足了三十万两 赈灾银子 皇上 由此忠臣苍天有眼 灾民有救 皇上 此乃大喜之事啊 真的 臣愿灾民解囊 皇上 奉此大喜之事 臣等饮酒庆贺 皇上 当得佛 当得 当得 当得呀 来来来 刘爱卿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谢皇上 诸位爱卿也都平身吧 谢皇上 你们有此番心意 朕真是高兴不已啊 既有此番盛事 昨夜为何不叫上朕同去喝几杯啊 臣等怕喝酒师太惊扰了皇上 请皇上见谅 你看你看你看 臣有本 咒刘统勋报病工作 忠诚可嘉 为官有道 是我等楷模 请皇上嘉奖 皇上 臣也有本也奏此事 臣有本要奏 所奏之事与两位相同 好啊 好啊 朕准了 传证之一 是 家封刘统勋太子太保 一等公爵位 夫人为告命夫人 世代英盟 其他各位昨夜捐款的爱亲 也都把名字记下来 交由吏部续忧升迁使用 谢万岁 平身吧 今天中午正做东 咱们君臣共谋一罪 谢万岁 对 皇上 福大人陈大人告辰诬陷 他们还没说完呢 是啊 谁让你们俩站出来的 臣该死 臣该死 皇上 皇上 您要 什么 什么要 您要 假的 假的 呃 呃 呃 这个 皇上 他竟敢说您赐给臣的药是假的 皇上 要不是您体恤下沉 赐给臣的现代灵艳无比 臣的病怎么能够好 臣又怎么能够为皇上 抽的三十万两银子 福大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分明是诬陷皇上 今天 你当着各位大臣的面 你要说清楚 啊 不是 那什么 我我 什么这个那个的 怎么会是假的 谁干的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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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他当着您的面都敢乱说 这不是齐军网上吗 啊 臣有病啊 皇上 臣突然想起来了 臣有失心症 臣真的有病 臣有病 看你有病就饶了你 你呢 臣也有病 臣有杨金森 啊 啊 好了 今天中午 朕在水暖阁宴请众位爱卿 咱们一醉方休 你们两个就不要来了 在家养病吧 那是是是 皇上关心臣子 臣子看起不见看起不见 刘同勋啊 皇上 朕昨日见你得病甚是着急 今天见你精神这么好 想必以后不会再犯病了吧 皇上 这个失心病是很不好说的事 您看刚才福大人说犯就犯了 皇上刘夫人求见 我 为夫人如为虎狼 刘同勋啊 你这可不是须眉男儿啊 见皇上如见圣贤 见那实相皇上磕头贤恩来了 告诉刘夫人 说朕和刘爱卿在这用完膳之后 就去宁碧亭见她 喳 臣妾刘氏叩见皇上 谢皇上加封之恩 快快请起 谢皇上 刘夫人 你是何时从诸臣赶来的 回皇上的话 臣妾昨夜就来了 见夫君正在忙于国事 不敢打扰 就在隔壁的客栈住下了 你有辅佐贤臣之功 赏公筹五十匹 断百丈 臣谢了 臣不敢受皇上如此重伤 臣只求皇上赐臣一件事 说吧 朕没有不准的 请皇上信守诺言 臣张秋一事一完 让臣回乡为民 这个 暂缓再谈吧 皇上 皇上 刚才臣尊皇上为圣贤 皇上也自居不移 既是圣贤 就应该不要失信啊 你倒在这儿给朕下了套啊 皇上 臣已风诛残年 有妻有子 就想守着他们度过余生 以我大清之广播 皇上只要自立言明 造福百姓 自有贤臣良价辅佐皇上 臣已是退隐之臣 皇上 您就赐臣平安吧 皇上 臣谢了 你是治国良才 却甘心隐居 朕舍不得 起来吧 谢皇上 看在先帝的份上 朕准了 臣谢了 皇上 臣无礼之至 该死该死 也就是你爸 换了别人 老被朕一刀砍了 是 皇上不杀忠臣 臣忠心耿耿 忠心不二 忠字当头 忠良贤德 你忠字的成语记得不少啊 还有什么忠的 一会儿说出来 听听 臣忠厚老师 忠厚老师 他忠厚老师 天底下就没有雕丸 狡猾之人了 你不是说山东所有的官员 都不会给他一个大字吗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下官实在是不知道啊 连下官也吓了一跳 大人 不是下官无能 实在是那个刘统勋 他太狡猾了 这次又让他刘统勋得偿了 可他还差二十万两银子呢 他上哪儿找去 别以为皇上是个糊涂蛋 那要钱的时候精明着呢 二十万两银子 我让皇上憋死他 陈大人呢 大人 下官听命 下官听命就是了 告诉山东各府道官员 今天虽然花钱买了个前程 那是皇上高兴 回头皇上追问起来 这钱是怎么捐的 个个都得给我掉脑袋 包括像你这样的二品官 恐怕一辈子也捐不出 这么多钱吧 这钱是非贪即抢 别以为今儿花了钱 明儿个你就当上官了 是是是是大人 我一定亲口转达 我得断了他的后路 我看刘统勋还有什么办法 我得让他卖家底 你俩慢点啊 老爷 来 就放这儿就行了 来 你看你这个麻烦劲 你干嘛不把我的小衣小裤 都拿出来 老爷 这回就别舍不得了 大家都知道 您是朝中的书画名家 这次得罪了皇上 又被皇上围了这么个差事 看来不出点血呀 真的不行了 您好好挑一挑 挑好了献给皇上 你 你这 让皇上把这个罪名给你抹了吧 你 你这是恰我的心尖子 这是先皇留下来的东西啊 还有这 这是先父留下来的西式之宝 知道吗 我一生轻敌 我攒下这些东西 我不容易 现在不是砍你脑袋的时候了 是不是 行了 行了 我做主了 明天献给皇上 不 我是说你这些破字画重要啊 还是全家人的脑袋重要啊 好好好 那这事我来办 这献字画的事情啊 还不能草率从事 人家御书房里 什么没有啊 说是二王的东西啊 都是拿箱子装啊 要是我们献上去 人家不要怎么办呢 那 那 那我听你的 笑什么呀 是不是又赚什么坏主意了 哎呀 真是吗 李大人 我也听说了 这是 刘大人 是 谁没来啊 战班的这几个可都来 知道了 可没见 刘大人的 军人这么说啊 他们 他就是咱们 这个刘大人的夫人了 刘大人一早上起来呢 在家里头 哎 哎 各位大人 各位大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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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也好 好好好 二王也好 好好好 三王也好 好好好 哎 夫大人 找不着 给你也问个好 是啊 哎 怎么到我这儿 就找不一个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变怒啊 哎呀 刘大人 今儿个你可是来晚了 哎呀 嗯 不是夫人来了吗 我就觉得 夫人在家里 他心上枕破呢 嗯 谁说的 谁说的 哎 哎 各位大人 今天中午我做东 在大明湖酒楼 请各位吃活鱼 哎 李大人 哎 您今天可一定要来 哎 六大人 卑职今天 有事 有事 那汪大人 您一定得来 不不不 我也要 贵大人 嗯 哈哈 今天怎么都有事啊 啊 啊 哎 哎 我小明了说吧 大家知道 我还有二十万两银子 没凑齐 可是 我已经搞得大家 两袖清风了 怎么好意思 再让大家帮忙呢 今天啊 就是打阿蟹 不是鸿门宴 不是鸿门宴 哎 待会儿啊 咱们议事的时候 我们大伙儿一块儿 带刘统勋向皇上求求情 就把这二十万两母了吧 嗯 多谢多谢 刘某答应的事情 绝不反悔 哦 还有一件事情 陈的那人 从老家带来了一些 我收藏多年的字画 这些字画 可都是这个 哦 我想啊 诸位大人都是风雅之士 不妨到我那儿去看一看 如果有看中的话 那我那二十万两银子 啊 不就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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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说这话谁信啊 哎 这爷儿俩啊 两辈子宰相 连二十万两银子都拿不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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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拿得出二十万两银子 嗯 嗯 嗯 啊 哈哈哈哈哈哈 说笑 说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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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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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这么说的 是啊皇上 说得朕都想去看一看 他们父子二人 都是一代书法名家 先帝在世的时候 也没少赏赐他们好东西 恐怕连朕都没见过 这有恨啊 让刘统勋送过来就是 嗯 不妥不妥 这不成了强取豪夺了吗 这次出京 太后特地吩咐过 看到有什么好的书法字画 给他买几幅回去 要不这样啊 朕给你钱 你去挑几幅好的 给他买回来 这刘统勋的话 可不能信啊 嗯 这铁公鸡他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朕在而卖画 这价可就没谱了 奴才去买 那才正好上他当了呢 怕什么啊 他还有小辫子捏在朕的手里呢 他还敢算计朕 二夫子 奴才在 齐驾 朕要亲自到刘统勋那里去看一看 这 越说朕心里越痒痒 嗯 嗯 嗯 皇上 您慢着 嗯 皇上 他就算是拿出王羲之的字了 您也别说一个买字 这个自然 叫他献上来就行了 陈刘统勋叩见皇上 啊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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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只是随便来看看 谢皇上 皇上 您这边请 啊 请 嗯 皇上 您这儿请 啊 皇上您喝茶 啊 啊 啊 皇上 您今儿怎么大驾光临寒舍 刘爱卿啊 昨儿你筹的那三十万两银子 户部已经派发给张秋了 啊 剩下的二十万两 你打算何时筹齐啊 啊 皇上是来催债来了 臣正在想法子 呃 那人呢 带来些家传的字画 想办法把它卖了 还没开张呢 皇上您就先来了 你以为朕 是要你这些字画来的 嗯 朕不稀罕 是是是 朕还要关心国事 皇上 不稀罕这些字画 皇上是关心国事 皇上 张秋支县里和玉来了 他就在济南呢 就在行园门口等着呢 皇上您要是想了解 张秋的灾情 要不随时可以传他来问询 知道了 二福子 奴才在 传朕旨意 叫玉膳房在这儿摆膳 朕要和刘爱卿 福爱卿一起 在这儿用膳 这 谢皇上 谢皇上 二位爱卿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今儿啊 咱们不叙君臣之礼 随便聊聊 随便聊聊 这 这 来 那 那 皇上 您御书房里那些神品 对不起 慢点 慢点 您御书房里那些神品字画播了句 这些字画不值得一看 不值一看 皇上若不嫌弃 臣就把它打开看 打开 打开 打开看一看 试试 这 给我 清点 那你能量把钥匙干什么 就是 笨呗 皇上 福大人 慢点 慢点 轻点 轻点 少拿点 轻点 轻点 好 够了 放不下的 刘统勋啊 朕没来的时候 听说你这有很多西式珍宝 不过这些字画在民间也算是不错的收藏啊 皇上 臣这些字画哪能和皇宫大内相比呢 皇上 笑话老臣啊 你随朕到宫里去 朕赐你几幅好的 谢皇上 张少 刘五五 来来 把枪子抬出去 好 来 来 张少 等等 老爷 那那幅呢 那幅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就是小箱子里那幅啊 哎呀你乱讲什么 哪有什么小箱子 快快快 带下去带下去 快快快快 慢着慢着 快走快走 刘统训 难道你这还藏着什么西式珍品没拿出来不成 没没没没 绝对没有 刘统训 有什么西式珍品拿出来给朕看看 朕又不要你的 看看又何妨啊 真的没有 没有什么西式珍品哪 没有 刘统训 难道你还欺骗皇上不成 啊 臣不敢 臣不敢 没有 那就拿出来给朕看看吧 这 传皇上口语 拿花 臣 领旨 皇上 您看刘统训家里还真藏着好东西 皇上来了他都不拿出来 那臣来了他就更不拿出来了 刚才臣手里拿着那把钥匙 捅这个箱子他捅不开 那把钥匙就是开那个小箱子的 天底下最抠的人就是刘统训 臣看哪他不应该叫刘统训 应该叫刘统扣 臣 刘统扣 把画拿来了 二夫子 奴才在 把画打开 这 不不不 何时臣自己来 自己来 来来来来 给我啊 小心点 请龙木预览 这幅画还有点意思 这段桥风雨画得好 一笔不拙 满指都是风雨啊 尤其是这阴雨天 上这幅画就更有情趣 你看看 这人物画得也好 许仙撑着伞 递给白娘子 这伞还是顶着风的 这几处用诺也非常讲究啊 皇上高明 这幅画是宋人北派的笔法 奴才以为算是上品 那当然了 刘大人是能瞒就瞒着 能藏就藏 傅大人 您说这话就没道理了 这话一无款之二无印章 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 在何地所画 说到有点野趣嘛 还可以 怎能入了皇上法院 不见得吧 皇上刚才不也是赞赏有加吗 皇上实不相瞒 不是臣藏着掖着 不愿意拿出来 这 这是臣的传家之宝啊 这是先帝在杭州画寺买的 当时显他正气不足 才赐给臣的 想起 先帝对臣的恩德 皇上 这很举家难报 先帝 老臣给您磕头了 先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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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是皇阿玛的恩泽 还二十里了 杜总勋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不想吃饭了